哈喽,亲爱的小伙伴们,大家好啊,欢迎收看,我是呆呆,为大家带来的生存战争黑科技系列第七期 这一次呢,我们将做一下试验,青天柱和汽车人形态,他们从这么高的高空坠下去,会散架吗? 今天呢,我们就来试一试,是青天柱的吃形态厉害,还是青天柱的人形态厉害? 今天呢,我们就把青天柱从这个平台上面给推下去,不知道它这么重 我们能不能推动啊?来,我们从它的身后,下去吧,下去吧 好吧,它这么重,我一点也推不动 诶诶诶 哇 哦,没想到这个青天柱人形态,把它的吃形态给推了下去 然后从这么高的地方,直接坠落,然后在地面上发生了爆炸 哎,真的是太惨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青天柱人形态给推下去 我推,我推,这家伙实在是太大了,我压根都推不动,那只能打它一下了 嘿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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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 哇,它还打了我一下 我的天哪 它竟然没有死 刚刚这个青天柱打了我一下,然后我身上着火了 并没有看到它下落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一次呢,我们再来一下 下去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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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 好的 哦 它已经摔死了啊,摔死了 呃,这么高的地方从这上面摔下来 非死即伤啊 一个发生了爆炸,一个当场身亡 哎,太惨了 那这个项目